通色楼 各位聽眾你們好,歡迎你們收聽通色楼 今天又有Toby,遠在日本的Toby 跟我們分享科學上的知識 Toby剛剛和你們聊過 好像今集又不打算說一些很物理的理論 沒錯 那今集會說什麼 今集我們打算說這個 氣象 氣象很大 我們縮小範圍 大家都會很關心的題目 就是全球暖化 現在已經Hit了很多年 真的Hit了很多年 不過近幾年更Hit 但其實呢 在科學界裏面這件事 不是你想像中這麼爭議性 請解釋 請解釋 比如說 大家如果有留意國際新聞 香港就少說這件事 如果有國際新聞看得多些 特別美國 很多很多人 特別一些政客 經常都說全球暖化是漏的 不是真的 或者是過時的 現在已經不發生了 就說那些科學家是說錯的 這樣 吹水的 這個我聽了 這個時不時都有人說 是的 那而 但是那些政客 那些什麼人 都說到實牙實恥 說很有科學根據 來插這件事是不存在的 他們插得很有趣的 比如說一個例子 他最喜歡就查 你們這些科學家 自己都 不是每個人都認同 這件事是發生的 你聽了 覺得這句有什麼問題 嗯 首先 第一 其實很多東西 都在科學裡 都在科學裡 那 科學家都認同 這件事發生 首先 就站在一個紀念真理的立場 那一件事是否客觀存在 就並不是代表 並不是 是說 有沒有人 反對就等於發生 譬如說 人需要吃飯才能夠生存 那是否因為 外面有個小名 他不相信 他覺得人不吃飯都可以生存 那是否這件事就是假的呢 嗯 這是一個哲學上的理由 對 所以 因為有些人 他不同意這件事的存在 所以 他 就 那件事是假的 不過最後到最後 我有興趣就是 他除了這個之外 他不是還要 舉了很多的例子 有很多數據出來說 這件事不存在嗎 如果數據那些 你大概分兩種 一種 就真的插一些 現在科學界 做氣象那班人 裏面 都不是太肯定的東西 因為 有些時候的數據不太夠 或者數據量太多 很難分析 那 有些東西不是這麼確定的 啊 是啊 那他們就插那些 總有得插 哪有人肯定 這麼肯定 做些東西 特別是 你當 你氣象是說 牽涉 是全地球 所有東西 的 結果來的 不是說 不是說 好像 經典力學那些 你找顆球 突然一彈就 這樣就很容易 不是的 因為是說全地球 所有 人 生物 本身地球自己 水 空氣 還有外太空的 比如太陽 其他東西的 影響 很難說 你不可能 這麼確定 這件事是 100% 我做的 100% 是對的 是很難的 現在 始終現在的科技 還沒做到 這麼確定 90% 都可以 但是100% 我想 沒有人敢自己 按寫包單 或是100%做的 是正確的 當然 當然 但是 我們通常都是看的 紀律 我們有幾大信心 對於這件事 你當 都 90% 90% 都真的很有信心 很有信心 在科學界 雖然我不是做自然科學 我研究經濟學 的時候 你那個 誠 誠 誠 可能有些聽眾 其實不太明白 什麼是全球暖化 有什麼是全球暖化呢 全球暖化 最簡單地說 就是 地球正在暖 正在暖 就是溫度正在升 即是平均溫度 對 全世界 全地球的 平均溫度正在升 對 這也是 因為我們經常都聽說 今年夏天又熱了 對 對 其實我 我覺得都很明顯 這件事 你想想 不過 可能觀眾的年紀比較小 我說我自己的年代 小學那時候沒有那麼熱 現在真的 夏天是熱到 嘩 完全是兩件事 我覺得 你那頭會不會沒有那麼熱呢 嗯 未知 現在就還沒熱 現在就還挺舒服 嘩 我在香港已經熱到 新水新汗了 嘩 你知道我離開 在學校離開那間冷氣房 走那條 一分鐘都不夠的路去廁所 我已經熱到出汗了 嘩 這麼誇張 真的很誇張 而且真的很激 湿氣很重 這個香港回落也是這樣的 對 大支 另外還有這樣的 其實有沒有什麼數據 說到 其實在幾多年之內 原來地球的平均溫度 你覺得現在升了幾多呢 譬如說 說 之前是 之前十年來是升了 一度差不多的 我印象中我沒有記錯 一度差不多 一度聽起來好像很少 是啊好像很少 但是 如果你看回以前的歷史 以前就不是說人類歷史那麼簡單 是地球歷史 是 譬如說 一百萬年前 那個溫度變化 你可以看到 那個變化 不外乎 一至兩度左右 如果有些大變化 多過 多過四五度的時候 就會 那個 氣候會變得很厲害 譬如說 冰河時期 大家應該聽過 就是那些 大變化的時期 整個氣候 整個環境 是跟現在完全不同的 如果溫度變得太多的話 明白 即是一度已經很多了 對 一度很多了 明白明白 而最恐怖的是 我們暫時還未知道 究竟再多下去會發生什麼事 即都想不到 還未想到 太難猜 但其實就 想不到 其實我們現在都說不定 究竟全球暖化 做什麼 我們要這麼關注它 對 說不定發生什麼事 但我們就肯定是 一定會發生一些 不是那麼好的事 為什麼呢 為什麼要不是那麼好呢 就是說 人類 是 適應 即是人類這個生物 適應了在這個 氣候 是說幾十萬年 甚至一百萬年都不止 我們適應在這個氣候的生活 但如果變得太多 我們未必適應到 就算不絕種 也可能死了很多人 這樣便是大問題了 所以大家都很害怕 究竟 不知道變什麼 如果沒有什麼 變得好一點 即是 譬如說 可能是些 可能天災多一點 那 你就覺得沒什麼 但如果不是 突然間 我拿一槍洞 又不拿一槍裂 頂不上的 很多人會死的 你想想 還有那些農作物 又會不適應呢 又少了修成 又是死的 那些農作物 養不了那麼多人 這些農作物 又是一個大問題 這真是一個很激進的概念 就是因為 我一直覺得 全球暖化 為什麼這麼大事呢 就是因為 其實不單是人類適應不到 是因為我們現存 我們所見得到 我們的大自然系統的東西 可能都適應不到 可能很多農作物都適應不到 那他們就會死了 就會種不到 對於整個人類社會 以整個大自然來說 都是一個災難 對大自然也不算災難 只是換一換物種 對他們來說 但對人來說 絕對是災難 對地球 不是太大的 他有沒有生物 對他們來說 是沒有影響的 但對人來說 是不行的 OK 人沒有地球 是死硬的 而地球又不適合他 就是死硬的 所以是不行的 但其實 譬如說 原來人類在 進化演法歷史裡 都經歷過 譬如經兵河時期 這些時間 人類都熬過了 那為什麼現在我們 這麼關心這件事呢 就是 兵河時期 我自己覺得 我也不太肯定 我自己覺得 兵河時期 人類的數目少 以及我們出現的 兵河時期 已經是 OK 也不是最冷的那段時間 了解了解 如果最冷最金那段時間 應該 一來 一定 養不到那麼多人 在地球 因為食物不夠 很多人都會 頂不住氣候變化 即是可能 就算熬過了 原來都會死了很多人 對 就算 比你不絕肿 一定會死很多人 這個是肯定的事實 嗯 對 所以 你 還有你 死那麼多人 你 用一下經濟學 都知道 死那麼多人 肯定經濟有什麼 全部都倒閉了 如果死了那些人 其實就不需要經濟 是啊 是啊 原句話說 就是 人類文明是 冬過水 了解了解了解 是啊 可能真的變回 都不知道工業革命前的時代 甚至更早之前都沒有 更早之前的時代 所以 沒有人想 你都不想 你每天用一下電腦 沒得用 就算你不死 是吧 嗯 是啊 所以 就是 各個國家這麼擴充這件事 就是 就是 除了經濟角度 還有人類角度 我覺得文化角度 都是很重要的擴充 嗯 是他們的考慮因素 明白明白明白 明白 是啊 這樣 我們都說了 就是 簡單地說一下 這個 全球暖化 這樣又 就是 是什麼 還有 為什麼要這麼擴充這件事 接下來 我們都要說一下 為什麼會有全球暖化的呢 為什麼有全球暖化 這個呢 真意大了 雖然 在這個科學界上 其實 都接近close file 但是 人們就拿這件事來插 首先 先說 如何引致 有沒有聽過 有什麼叫 溫室氣體 嗯 這個Greenhouse gases 就是二氧化碳 一氧化碳 那些 其實什麼叫Greenhouse gas 呢 Greenhouse gas 要想一下 什麼叫Greenhouse 就是 什麼叫溫室 什麼叫溫室 什麼叫做 那些溫室就是用來種菜 在這個 就是在裡面 就是在溫室裡頭 那些溫度是會令石高一點的嘛 因為那些熱能是走 就是沒有那麼容易散失 沒錯 就是同一個原理 就是那些Gas 就是 跟 溫室一樣 就 太陽來的那些熱能 進去地球 它就捉住了那些熱能 沒有那麼容易走出去 沒有那麼散到宇宙外邊 所以就叫溫室氣體了 是的 那於是乎 如果那些溫室氣體 太多的時候 那 就自自而言 溫度 傳得太多 那就經常地球就熱了 嗯 那最簡單的 那個概念就是這樣 那中間裡面 有什麼是溫室氣體呢 就很多種很多種的 那 最簡單 那就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 那另外還有 就是水 水也是 你意思是水蒸氣 水蒸氣 對 因為水是 這麼多種物質 最吸熱的 哦 原來是這樣 我也不知道 最吸熱的 這個是 可以說是 熱力學的常識 你當是熱力學的常識 熱力學的常識 就學多一點 就是水 這個世界上最吸熱的東西 是的 所以 有水氣感 就肯定吸熱的 嗯 那 水也是 溫室氣體的 功勞 是最大的 對它的功勞 這麼多種 是最大的 哦 反而不是經常說到 火火錄的二氧化碳 反而不是 不過 我們 但是為什麼我們說 二氧化碳 就是因為 量的問題 那水氣 都是大概這麼多的 我們 這麼多年 你沒有加沒有少 嗯 是的 但是 二氧化碳呢 就厲害了 整天都說 為什麼 減少排二氧化碳呢 那些電視經常說 就是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我們 覺得 現在越來越多 燒炭 燒石油 噴了二氧化碳出來 地球越積越多 越積越多 越積越多 自然就越來越熱 嗯 是的 那 本身的理論就是這樣的 就知道 但是呢 有些人呢 就 質疑一點 質疑哪一點 質疑 質疑 人類放回二氧化碳出來 並不是 增加 地球溫度的主因 是 是的 是的 那 我就覺得這件事 不如不要這麼快說一些 controversy 不如不要這麼快說一些 大陸的 大家會異明一點 最後才討論一些 controversy 好 記住先 記住 這是一個最大的爭議點 記住先 嗯 另外還有一些溫室氣體 例如說 有一隻叫 我不知道中文名叫什麼 叫N2O 即是 大陸氣 再加上一個 氧氣 不是二氧化 一氧化二氧 一氧化二氧 不懂 一氧化二氧 OK 應該是 我也不懂 我也不懂 是的 這隻東西都是一個挺厲害的 分析 氣體 而它會 在哪裡放呢 放出來呢 就是 首先要有一個概念 大家 就是 你知不知道 那些 中文是什麼 啊 化粉 化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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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的成分是什麼 化學肥料 是啊 我們一直都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主要是 淡氣 當然不是一個氣體 就是淡氣的一些化學物 哦 我明白了 是的 我們加進去 那些植物 不是淡氣 加進去 淡土 就是 讓它生長得快一點 因為 它們生長需要很多 淡氣 粒子 我們這個元素 很需要這個元素 那淡土不是太多 所以我們 要加很多 它生長得快一點 快一點 就自然多些產量 多些食物 明白 但是有個不好處就是我們加了泥土裡面的微生物 它會吃一些化肥 然後它們會放一些氣出來 其中一個就是那種氣體 就是N2O 放那種氣體又幫了不少手 幫地球暖了少少 還有一樣東西 跟碳有好關係 叫甲丸 這個我不是說錯過名字 應該是沒有錯 有聽過 甲丸應該是 這隻就是沼氣的朋友 如果想形象化一點就是沼氣的朋友 沼氣的成分裡面是其中一種 這樣可以燒的 可以燒一著 我只以為甲丸就是沼氣 不同不同 沼氣還有其他東西 譬如H2S H2S就是臭蛋味的東西 臭氣? 不講太詳細了 這隻東西是燒得著的 而又是一些溫室氣體 你看到一個炭 就是它的原子結構是CH4 就是一個炭 接著駁四個氫氣 是的 那你就知道 也是因為燒一些炭 就是炭的化學物理出來 就是石油炭 那些東西 所以各位朋友 如果你想自殺 你也千萬不要燒炭 你做燒是臨時也做到差的事 你會增加地球溫室氣體 說笑而已 當然不要自殺 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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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是這幾種 主要的 其他還有很多不同種類 不過不知道也不要緊 即是認識這幾種就夠了 暫時來說 我經常聽說 CFC那些是什麼 嘩 那些呢 嗯 有沒有用過噴發膠 嗯 我沒有GEL頭很多年了 是的 即是那些 哈哈 即是那些噴發膠在裡面 以前 現在沒有的了 以前 就要 混入了那種氣體 嗯 方便噴 方便儲存 但是發覺那隻東西 就溫室氣體之餘 還破壞抽氧層 不變的 現在已經禁止了 就不給用了 明白 所以現在就已經不是問題了 現在就暫時不是問題了 因為都不 我想 除了工業實驗之外 都民間不會用 已經不給用了 明白明白 那還有什麼 比如說開冷氣機 又會增加全球暖化 又是什麼原因呢 開冷氣機 開冷氣機增加全球暖化 不是跟發電一樣 你扯得多電 你知道 大家加了電費 你一開冷氣機 就知道這麼多錢 就知道用多少電 原來開冷氣 本身就不會加全球暖化 對 如果那個冷氣是不會用電的 我不管 我不用電 雖然不可能 只要交來交去 你不會令整個地球暖化 靠你 Toby 不可能 真的不可能 如果讀過文就知道 不可能 除了MAGIC之外 不可能 算了算了算了 我們說科學 就不說MAGIC 對 沒錯 好 好 那全球 剛剛我們聽到那些 溫室戲 主要來源 其實原來都是來自人類活動 嗯 我們是覺得 這件事情主要是 為什麼 應該說 我們說 全球暖化 是一個 太快的process 我們可以說 太快了 你根據以前 就是trace 以前幾百萬年 那些 那個升溫的速度 都不會這麼快 就是不會說 你幾十一百年 可以升到三度 三四度 是不會的 嗯 所以就是說 那麼快 就 不像是自然現象 就像是 人類燒得太多石油 啊 或者 綜合一點說 是叫化石原料 我們叫化石原料 嗯 化石原料 對 燒得太多這些東西 放回二氧化碳上去 哈哈 明白 對 對 這樣就變成了 令到地球二 對 了解 原來是這樣 對 這樣 對 地球 全球暖化的成因 原來都是 人類的經濟活動 引起 我記得 我之前讀 我讀 在MASTER 讀 有個課程是講 全球暖化的 有個課程是講全球暖化的 有一堂講全球暖化的 其實這件事是人類工業革命之後發生的事 沒錯 就是工業革命 大家 全地球一起 不斷燒化石原料 嗯 而且 是大量 你知道 你要供應到那麼多食物 貨物 還有運輸 給全地球人 你要用很多能量 那些能量 現在主要都是由 化石原料來 發電啊 車啊 船啊 飛機啊 全部都是那些來 那你折折而言 就高得很厲害 你以前不會的 你想一下 你 譬如說 工業革命之前 不要說那些話 工業革命之前 牛頓那些時代 你 他們 不會 經常都坐火車 出去外面 他們的火車都沒有那麼多 嗯 對 他們又不會 經常買東西 他們不方便 因為他們不會經常買東西 他們不需要那麼多貨品 他們又不會有電腦 又不會有電視 嗯 對 什麼都沒有 那 本身家裡有小東西是要用能量的 我們 你看看現在我們家裡有多少東西要用電的 你就知道 基本上沒有電我們會死的 對 沒有電是不行的 但是以前的人就是 我想除了煮飯和點燈之外 都不用怎麼用能量的 所以你想一下 只是這個生活的改變 已經令到 我們用能量 是用多了很多 明白明白 是的 是的 嗯 即是人類的生活習慣 改變 是的 雙負雙城 這些 即是 科學家幫忙 商家幫忙 自己這些人有幫忙 都是源自於人類的原始肉念 也是 因為人類總是想 我們生活得方便些 舒適些些 那 很合理的 我覺得 科學也是 想做這件事的 科學想做這件事 即是 都想做 想 人是可以 因為科學了解多了世界 可以進而令到人可以 生活得更加好 嗯 但是 原來 在當中 我們也要付出代價 看來 有些人出了事 現在 看看能不能回家 出了事 是的 現在明顯出了事 但是 不知道 現在你說到 控制全球暖化 其實真的 很多事情都很明朗 因為 現在 既然已經是這麼 正在擴鑊 大家都知道 就是因為人類的活動 還有 過度消費 過度生產 對 過度生產 又砍樹砍得多 對 又砍樹砍得多 那 變成你就少了樹 來吸收二氧化碳 沒錯 這樣 所以 基本上 都是跟人類的同位 是不能夠分割的 是的 其實 說真的 原來人類出現以來 對於大自然的order 真的很多 只是農業活動 也不知道多麼破壞 自然的定律 絕對是 還有 自養加禽 加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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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把他們 神化了 可以說 完全是不同了 是的 農業也是 那些味道 那些味道 是經過很多年去配種 配出來的 最初最初的番茄 未必是這樣的味道 了解了解了解 是的 所以完全已經 玩了很多東西 玩得好 玩得好 很準 可能過了過 明白明白 是的 這樣 但是 其實現在的前景 都真的不太明朗 我們現在 大家都能夠明白的 就是 想逆轉 或者至少聽到 傳球暖化的進度 就是大家一定要去 減排 減少我們碳排放 就是我們要低碳生活 我早兩年 就是 我早兩年去上海旅行 上海都附近一些 什麼低碳風潮 我先行 就是有李冰冰在 那樣 但是 現在 是不是李冰冰賣 我不知道 還有沒有這個廣告 我也不知道 照計 應該還有 大家都在鼓吹低碳的生活 但是 我們眼下所見 其實我們看到 人類的生活雜星 真的沒有怎麼變 沒有 一點都沒有 我覺得 還嚴重了 對 暫時還是更嚴重了 我覺得 就是 特別是 你越買得越多 東西 就節節而言 就越多 人量 這個真是一個 很值得深思的東西 這個原來是一個 間接到一個消費主義的影響 正正是因為 你整班人 我們這麼多人 就是 我們以前就是 所有的消費品 我們爸媽那個年代 我們爺爺爺爺 那個年代 買些東西回來 最重要就是耐用 現在的東西 最重要就是 不要那麼耐用 最重要是 最重要是 他經常換 對 你只換電話也不知道 換了多少次 唉 我都不明白 那些人可以經常換電話 不過anyway 這個消費模式 真的是很嚴重 對這個全球暖化 或者 不要說全球暖化 對這個能量的消耗 是很嚴重 嗯 不停地消耗能量 就是 譬如說 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 做好 開個廠 開條拉 做了很多出來 然後再運出去 還要不知 可能在中國 運了全地球 然後再 找一個店舖 放在那裡 等人買 但是你放在那裡 你那個店舖 又要用電 嗯 那你那個人去買 又要用難量 嗯 就 那就 搞到 唉 就是 你買一件東西 用了多少能量 就是有些人都經常計 什麼碳足跡 就是這樣計 由他生產開始計 到他運到你家 就是運到你手上 他用了多少能量 就是這樣計 就是 我覺得又不是 那麼負面 因為你在做生意 以及那個 生產的那個 效率的立場來說 其實你這樣的 生產模式 應該是最有效率的 就是經濟學上 速度上是最有效率 但是能量上 就是絕對不是 嗯 我同意 我同意速度上 是絕對有很快的 一定是最快的 這個方法 暫時來說 是最 就是在 生產那個人角度 最快可以賺到錢 在買那個人角度 可以最快買到他 他想買的東西 這個是 這個我同意 但是我不同意的是 可不可以用得一些 不用那麼浪費能量的方法呢 就是大家都在消耗太多的能量 是啊 用得太多 而且用在一些 不需要用的地方 比如說 你生產一件貨品 OK 你要能量 沒有問題 然後 但是 這裡已經夠了 我覺得這裡已經夠了 之後那些 包裝啊 什麼 運輸啊 銷售啊 各種 各種 淡淡色色的能量 越來越浪費 我覺得 其實 剛剛 Toby你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說 浪費一些不需要的地方 是的 我們的確是 反思我們自己的生活模式 我們 到底我們買了多少東西 吃了多少東西 做了多少娛樂 其實我們是不必要的呢 我們可能有很多的娛樂 其實我們看少一場戲 可能是不需要的 我們吃少一點肉 其實是更健康一點的 我們是 不用買 換那一部新的電話 不用換那支電腦 其實可能是我們 都照樣一樣用得的 其實可能原來 基本上都是人的那個 無窮欲望 其實又是回到消費主義那件事情 就是 消費主義其實就是 要人呢 將那個 就是要人生的意義 全部都放在 有一個人的價值 全部放在消費活動的地方 就是 例如 例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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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需要換個電話 有個小孩跟我說 因為我要 智能電話 就是要WhatsApp 人家 但是說真的一樣 WhatsApp 你面對面說 不行的嗎 就是 你發短訊一樣可以的 很多時候 你不一定需要 要用到一個 就是 你不需要用到一個 那麼頻繁的 更換的 那個 產品 那 就是科技產品本身都是有個 曾經聽過有人這樣說 科技產品本身是一個 是有周期的 是有周期的 還有 你知道 你的科技 日新月異 你三年 有一個 三年一代 我可以這樣說 三年一代 完全是 不同的世界來的 可以說是一個電腦裡面 三年 三年就完全不同的 你這部電腦 用三年 就算不壞 你會發覺 不太跟到 你現在 現在的人在用的軟件 或者網站 就是因為 我們原來就是 人的慾念 真的無窮無盡 那種地步 還有那種 不知節制 我們說 你以前 你可以維持 不會節制的 我覺得 我們莊子 孔子 那些年代 可能一種生活模式 你就會維持 不止一代 可能甚至三四五六七八代 都是這樣的生活模式 那那個年代 其實你對於 你的大自然的耗費 其實是最少的 是啊 就是自然 你亦都被 大自然 適應到你的生活模式 是的 如今其實 甚至無理無關 大自然 我們連人類自己 都適應不了 絕對是 你看看 那些老人家 不用用電腦就知道 現在那個世界 那個潮流 真的轉得 快到 快到你不信 真的 就是 MSN 你都 MSN 都未適用的時候 已經說要玩Facebook 然後Facebook 我之前看了一篇文章 都有人預言 Facebook Google 這些可能 分分鐘 在 後Web 2.0的世代 可能都很快就會消失 於無影無蹤 Google 我不敢說 Facebook 都很有機會 對 因為基於 已經過了那個年代 對 日新月異 想想 你 最簡單 10年前 你的電話是什麼樣子 10年前 10年前 我的電話是黑白屏幕 很小 對 我也是 現在是什麼屏幕 現在就是touch screen 對 Multi touch 還要彩色屏幕 還要高清 所以說 是快到嚇死人 除了說 科技產品 我覺得要 著墨檔多一點 是說這個綠葉 你剛才看一看 譬如說 很多人都說 食肉 是會 浪費能量食材 但是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你養大一隻牛 或者一隻雞 其實你先要養大一些飼料 去養活那些雞 你才會再吃落土 其實當中 其實你是 你養大一些飼料 已經有些能量散失了 你再去用一些菜來餵大一些豬 牛 雞 雞 牛 生長他們會活動 他們會 生長的過程 也會 有些能量散失了 所以 你吃肉 其實基本上是 在能量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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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菜 沒錯 其實還有可以提到兩點 第一點就是 全地球的地也有這麼多 不會爆多一點 沒有很多的倒出來 於是 你本來可以種一些人食的菜 但是你為了養牛 豬 雞 那些東西 你又要灰地 去種一些 植物 未必是人食的 不過我印象中 很多都是人都能吃的 人都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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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都能吃到肚子 有些人是 不是 有些東西是人不會吃 因為真的很難吃 或者是味道很差 那倒不是 你饑荒的時候 你樹皮也要吃 現在不是饑荒 那倒不是 當然 當然 現在又可以選擇 那 於是 你要逼些地去 種一些養雞 豬牛 那些植物 那就變成了 半相減少了 可以種給別人的蔬菜 嗯 是啊 那又變成了一個 不適合的地方 沒錯 第一 第二 就是 牛 豬 羊 那些 嗯 我忘記是不是每隻隻都會 但是 起碼牛一定會 牠自己吃完的草 會 蛤皮 對 就蛤皮出來 就是 對 那就糟糕了 一隻牛蛤 當然不覺得 但你平時想想 超市可以有這麼多牛 牛肉 給你買 你去那隻 M字頭的餐廳 這麼多隻牛 給你 是啊 你就知道這個世界是有幾多隻牛 我想 應該 都沒有一千萬 都有幾百萬隻 幾百萬隻 少不少一些 至少過億隻 我就不肯定 所以他不肯定叫 不肯定這隻牛肉 但你不肯定捱 就馬上補充 我相信萬一隻牛肉 應該不會 去補充 OK 看到這麼多隻 一隻牛肉 那你就知道 温省效 這也是一個救病了很久的問題 但仍未解決到 始終我自己也比較喜歡吃肉 很難解決了 沒有人理會 我也是 吃肉是有口感一點的 而且人喜歡吃肉是有理由的 其實這是進化史然的 你吃肉是有多能量的食材 吃果是選擇吃甜的 因為甜的才能夠補充能量 但可惜現在就是人了 到今天就是吃甜的食材 吃肉是隨手可得的時候 現在能量過多了 看這麼多肥人就知道 你看完我就知道 不是 觀眾看不到我 看我就不可以的 看他就不可以 不過看你的身形不知道 不過Moku 可能你也會吸收了很多肉 我是吃很多食材 但不肥的 你被很多女士聽到 他們會很羨慕 不要說這些了 我不想被人打 好 繼續 不會的 人家也不知道你是誰 不知道 還有一件事 還有一件事就是 牛呢 要吃得比豬和雞多很多 才可以養一隻湯 聽說 好像要幾十公斤的飼料 才養一公斤的牛肉 是 差不多 總之是豬的四五倍 我沒有記錯 我印象中原來吃肉 如果真的吃肉的話 吃得最Efficient的就是吃雞 因為雞那個是兩公斤飼料 平均兩公斤飼料 就生產了一公斤飼料 是的 還有蛋 還有蛋生 是的 天天有蛋生 所以吃雞反而好一點 如果吃牛呢 很多人都喜歡吃牛 但是吃牛是最 我最喜歡吃牛 我也喜歡 聽完今天節目之後 真的令我有點決心去減肥 有點罪惡感 我們知道原來你肥 不單是健康或者外觀有問題 現在你肥的話 基本上是證明你 很明顯你是這個 人量用得太多 存在太多能量 你本身是一個非常不易非信的人 你有份殺地球啊 這些人 哈哈哈哈 只是開玩笑而已 哈哈哈哈 你人要叫你告我們就死了 哈哈哈哈哈哈 OK 我先講回正題 OK 搞得太多難的 是的 OK 冷靜冷靜 嗯 嗯 是的 是的 大概是這樣 農業上 其實現在都講了很多 經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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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物種上 或者一些歷史上的因素 文化的因素都講了 是的 大概都是 大概都是這些消費因素 還有一些 一些 不 怎樣說 不適合的消費模式 或者是 生活習慣 令到 這麼多二氧化碳 或者其他 亨生氣體排出來 接著就導致 全球暖化了 嗯 是的 但是 其實剛剛開了頭 就說我 對全球暖化的逆轉 我真的覺得很 我自己都很悲觀 剛剛看的就是 總括概括來說 一旦速攻打完整個船人來說 其實就 循璇源於人類的過度消費 但是一眼看下去 就發現 這個才是 最不能逆轉的 一件事 我真的想不到 究竟我們可以怎樣 要一些人 不要消費那麼多 你要國家 自己去限制自己的碳排放 簡直都近乎不可能 因為你限制碳排放 最後就是限制生產 限制生產 限制你的經濟 限制你的經濟 你經濟不行 你就必須 你有失業 特別是民主社會 這件事基本上 是不可能發生的 你要人自己限制自己的生計 真的 真的很難 很難解決 我覺得 一個人可以做的就是 你少買一些不耐用的東西之外 暫時生活上 你都沒有辦法改變到 起碼你要吃飯 還有 你吃飯的來源 你控制不到 它依然都是這樣生產的 嗯 是的 它最多可能改變一下 一些模式 令到它可能節省一些成本 但是 會不會令到 節省一些能量呢 我就真的不敢說了 我相信 其實如果我們有個源頭 就是消費者自己做起的話 當然這個真的 更難過登天 但是我相信 這個難過做起的話 其實應該會有些幫助 是有些幫助 但是當然 剛剛有一樣要更正就是 剛剛說 民主國家很難做到 其實就是 不民主國家都很難做到 你只聽我們祖國就知道了 我們每天用多少 最不 efficient的方法來發電 用多少最不 efficient的方法來生產農產品 用多少最不 efficient的方法來 去搞一些好大器官的工程 起碼一些高鐵之類的 起來是沒有用的 就是 滾很多 那些 我還想了很多造假的東西出來 絕對不 efficient 絕對不 efficient 做完那些垃圾 沒有人能吃的東西 結果要去倒掉 你就浪費了 不過創意是滿分的 我真的想不到 為什麼可以這麼有創意 創意一點 留下廢術品 或者做學術都OK的 我覺得做學術很需要創意 但是不要做這些事情 麻煩 麻煩 麻煩你了 那些我可能跟你說 有中國特色的藝術 OK 說笑而已 都有中國特色 就是把所有壞東西 握在中國特色就可以了 你不知道 有中國特色 其實是完全是 什麼都搞定了 有中國特色 OK 原來是萬能的 OK 我知道了 沒錯是萬能的 不過我們不要說 我們先留下廢術 現代中國的時候 對 其實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原來是有些 controversy 那裏導入 即是爭論那裏導入 即是有關全球暖化 原來我們還有爭論是怎樣的 原來 就並沒有我們剛剛說得那麼確實的 當然這些爭論在哪裏呢 爭論在哪裏呢 剛才說的第一點 就是 全球暖化 並不是人類 放二氧化碳所造成的 有些人是這樣爭論 他們的理論是什麼呢 他們的理據呢 主要是 有兩點先 不要一點 有兩點 有一點就是 用一些 他們量的數據 然後用他們自己的模型 就計 計回 如果現在的樣子 現在的東西是這樣 這個地球是這樣 那會不會全球暖化呢 然後那些人又計到 嗯 又未必有 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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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有些暖化 他們又覺得 可能只是自然環境的 即是自 不是自然環境 即是地球本身 剛剛這個時期暖而已 嗯 不是人類的 這樣 OK 我記得我看過一些短片 我詳細內容 我忘記了 但是 它是說 就是 裡面有人說 用歷史說的 譬如說那間中世紀 當時其實有一些 呃 呃 呃 地球那時是冷一點的 嗯 那它就用這個 來製造 就說 基本上原來 溫度呢 是一種自然的東西來的 所以呢 就 拿這個東西去炒作 基本上就是 就是 在他們眼中 或者口中 就基本上是政治把氣來的 這樣 那我自己研究說 他們是讀書讀不夠的 為什麼呢 第一 剛才說過 就是自然 是有一些 有些升有些降 那但是 那個年代的升降的速度 是沒有我們現在那麼快 嗯 你講真的 你中世紀都在講 最少都一千 span是一千年的 是 這個是不真的事實來的 暫時 所有 量的 就是我們 覺得是 最可信的 資料裡面 或者數據裡面 那個 變化是 不會那麼大 是不會那麼快 就是 就算可以 譬如 溫差 是 地球溫差是可以10度的 但是 是講 幾百萬年的 不是幾百萬 可能是講 10萬年的事 用10萬年 升10度 嗯 或者跌10度 嗯 是有的 但是用10萬年 但是我們現在不是 我們在用150年左右 150年左右 升了3、4度 嗯 就是那個速度實在太快了 速度真的很快 所以 經常都說 地球 有個指標 有時候聽收音機 或者看電視說 如果地球再升多2、3度 啊 就會 嗯 可能 那個叫什麼 地平線 不是 水平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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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平線 海平線向上移 是啊 這個已經是大問題了 你想想 起碼香港沒有了 可能香港隨時沒有了 一半地都不定 是啊 可能是升 升 10米 我沒有記錯的話 嘩 那就很誇張了 是啊 你升多一半米 馬爾代夫也不見了 是啊 其實已經很多 有些倒陣 已經明顯看到了 已經淹沒了 嗯 淹沒了 就是面積小了很多 是啊 印象中好像還沒有 但是呢 很明顯 海岸線是退後了很多 嗯 你看回衛星圖 所以就 是 嗯 是很快 整件事 你想想 衛星圖 是近二三十年前 二三十年前 才有的 是啊 你看看 是很快的 明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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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件事就是 他提出的例子 是 不只是地球影響的 是有一個很重要的外力因素 月亮 就是 不是太陽 太陽 剛剛那期 那些太陽黑子 就 好像 忘記多了還是少了 忘記了 總之太陽黑子 總之太陽不是很活躍的 是啊 不是很活躍的 那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但是 他們 以知 這個事實就是 當太陽是這樣的時候 地球是會比較冷的 嗯 剛剛就是 那段 他提出的例子 就是那個時期 OK明白 就是中世紀的年代 是啊 順便說一下 其實現在 都好像是 太陽的活動好像都不太活躍 可能接下來都會進入這個時期 哦 反而會冷的 是啊 所以說 如果之後會冷的 然後呢 千萬小心一點 千萬不要相信些人說 全球煉發沒有 嗯 應該說 因為炭 所以有全球煉發 的事實是錯 就不對的 如果之後冷 我覺得 最大機會都是因為 太陽黑子 OK明白 那會不會最後 原來我們又 真的這麼 這麼 幸運 就在我們搞到一些東西 呃 雲七八糟 有暖化的時候 剛好 就遇到這個太陽 是零四人 這期 那就等回暈又行不行 嗯 我說 我說不行 但是 就是有沒有這麼巧 等得不多 OK 等回暈又不多 其實也是 說的是冷一兩度 哦 這樣 說的是冷一兩度 至 頂盡三度 那樣 即是NATS off 還是熱了 是 明白 即是如果你再繼續加進去 看那個trend 一定會繼續熱 哦 明白 是啊 都真的好大件事 所以 千萬不要不開心 嗯 我沒有開心 我一直都覺得 都很謹慎 哈哈 這件事很謹慎 嗯 那另外 他們再插的 就是一個 之前 不是那麼 就是科學界 之前 不是那麼肯定的事實 就是因為有個數據 就是很奇怪的 就是因為有個數據很奇怪的 然後他們就在看這個 這個 嗯 嗯 嗯 星河時期末期 那個溫度 那 在這個南極洲那裡看的 喂喂喂喂 對 我在這裡 然後呢 他就看到 那時期呢 就應該升 那時期是升溫的 就 但是呢 升溫的時候呢 就不知道為什麼 就不知道為什麼 對的 二氧化碳是下降的 嗯 嗯 星溫的時候 對的二氧化碳在下降 對的 這麼有趣的 對的 然後那些人就拿出來插 喂 你度到下降 我 那你 你說這個二氧化碳 會有這個溫室效應 是不是吹水的 嗯 對的 那然後呢 近這 是不是近這幾個月 好像兩三個月前 有個新的結果 新的結果 賺了出來 就 一下子搞定了這個 這句話 就因為之前是讀錯的 這樣 不是 之前沒有讀錯 只不過呢 你只看南極洲是不行的 你說全球暖化 是 是 那他新的結果 就是讀了全 全地球不同的地方 拿數據 用不同的方法 去找回那時候的溫度 和這個 二氧化碳的關係 嗯 那 結果就是 全地球來說 整體上 都是 二氧化碳 溫度 升的 等於什麼 004 南極洲 又會跌回呢 這麼有趣 他們猜可能是因為地理問題 地理問題 一些地理的因素 令到他 剛剛那個位置 少了一些二氧化碳 這麼神秘 是啊 是啊 OK 那 Anyway 就算什麼原因都好 你度全世界就最準的 沒得爭 嗯 是的 是的 是啊 總之就是 平常 就是 基本上全球 升溫 走不掉 肯定是因為 二氧化碳龍的含量上升了 嗯 沒錯 了解了解了解 是 那 還有什麼呢 如果他們還有得插的 例如說 那些人 最喜歡 就是說 其實剛剛說過 那些科學家 不是每個人都贊成的 嗯 嗯 這件事 一來這個哲學上已經很有問題 還有本身不是事實 如果你看完 一些全世界的有名的 好出名的 學術文章 你會看到他們是口徑完全一致的 全部都說全球暖化是對的 還不停地舉例子啊 又給人們去參考一下 之如此類啊 是的 是的 所以這件事是完全是列造的 可以說 也都 也都 給大家看清楚這件事就是 不是說科學家說對就是對的 有些事情 就是 我們說 我們拿出來跟人說 這件事是發生呢 其實是 真的經過一段很長時間的討論啊 還有論證 是講了很多證據去支持 不是說 隨口說當秘笈 嗯 這個也是 是的 明白 不過 也都可能是一些 科學界的術語或者用語 和平常人的用語有些不同 令到一些人誤會了 例如是什麼呢 例如說 我們 一些科學的人是 例如說 我做一些研究 他不會說 實雅實指說到自己很肯定 是對的 嗯 是的 還有 就算你幾有信心也好 那些人總會隔離的 總會有人 嗯 你一定是對的 或者這樣會不會好些呢 之而之類之類的 雖然我和你 雖然大家有不同的執策 但是也做了 學術研究 其實也很明白 這些事情都不會說實的 是啊 但是 工進的人未必知道 還有 那些科學界最喜歡 互插的 明白明白明白 就是互相去 就是叫什麼 互相鞭撻一下 鞭撻一下 也不能叫做批評的 或者給意見 或者是 質詢 可以叫做質詢 因為 很多答案就是有問題來的 你要問問題才有答案 了解的確是 是的 所以質詢是很重要的 對做科來說 但是不等於 不等於不同意這件事 明白明白 就是這樣 了解了解了解 嗯 這樣 那今集時間 都差不多一個小時了 對於全球暖化的 題目 其實你還有沒有 覺得是需要補充的 嗯 我 最想補充的是 大家真的不要亂相信 網上的資料 哦 尤其是 這些論壇 我久不久都看到 有些人 在論壇說 這個全球暖化大 什麼大騙局之類之類 有什麼文 有些文 有些圖 有些片 嗯 但是我 我看過這些資料 索居其求都是 誤導性兼錯誤性居多 嗯 嗯 就是 如果你沒有足夠的背景資料 譬如說你不太知道全球暖化的東西 的話 你千萬不要亂相信他們 你就真真正正去看一下一些 很正經的科學資料 譬如BBC啊 或者是 如果 能力高一點 可能看一下 Nature Science 那些文 嗯 是的 或者有時候天文台台長的網 我看到他有時候都會 說一些類似的東西 可以看一下 你看一下他們 他們說 一些 基本的資料 和一些 很真確性的資料 起碼他們是肯 給一個 source 資料來源 但是那些文 那些片 很多呢 網上那些很多 你連 資料來源都沒有 怎麼相信你啊 都不知道你哪裏說出來的 是的 最該死的 有一些 最小心的就是 有一些有的資料來源 但是呢 原來呢 他講完之後 我見過有篇文 Nature自言雜誌 Nature有篇文 他直接訪問那個質疑者 然後引用了某個人 偏偏說 然後他轉過頭 訪問那個作者 然後作者就說 他完全 誤解了我的意思 完全誤解了我的意思 完全誤解了我的意思 對意思不是這樣的 所以 就算有 source 都很小心 要做這些 了解 不過 這件事也是一個 歷史進程 為什麼呢 就是 其實很多 科學理論 都不是說 一時生 每個人都相信 比如說 這個相對論 都要經歷了幾 三四十年 才大眾接受這件事 嗯 就是剛剛聽出來之後 哇 你講什麼啊 特別說到 他說肝會轉彎的時候 哇 那些人真的 呆了 你講什麼啊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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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難接受這件事 完全不相信 是啊 然後 就是這樣 所以 這個情況是會發生的 是會發生的 避免不到 總會有人質疑 還有總會大眾 不太相信 還有 可能 溫室氣體啊 或者這個 叫什麼 全球真溫啊 會牽涉到很多利益的關係 就更加 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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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風搞雨 這個是真的 因為 剛剛講到 其實全部都是以一個科學的角度 去看全球暖化 以及以科學角度去 去剖析一些 全球暖化的一些 抵測 因為 因為科學 只說科學 就是大家很公平的 就是 你拿出來 拿出來 而我們 又抵測不到 我們這邊就跪下 是啊 即是我們這邊是可以站到的 在科學上是可以站到的 那你 你沒得咬 對方要跪下 是啊 但是 其實現在就是 因為全球暖化 所謂的抵測 其實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 它是一種高度政治化的東西 裡面可以是因為 甚至可以成為 可能是拘捕到一個政府 或者可能是 左右一個選舉大局的 一樣的因素 即是可以這樣發生的 一班人 一班人 可能我們選舉之前跟你說 說 這個對方 這個候選人 這個Toby 什麼這個候選人 他每天都說 全球暖化 假的 應該相信我說 應該相信Otis Otis 就說 原來Otis當選了之後 出個頭 他又推這件事 可以發生這樣的事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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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趨將 是這樣的 因為 政治的事情 其實真的 是這樣的 很多事情 很醜惡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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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搞到整件事 會比 相對論更加複雜 因為相對論始終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政治價值 是沒有 是沒有 連應用價值也不多 不要說經濟 應用價值也不多 反而你 全球暖化 是很貼身的 講的是全人類的福祉 沒錯 全人類福祉 然後再上就是 這個資本家的福祉 再上就是 精子家的福祉 所以就 複雜到無論 是啊 沒錯 就是這樣 搞什麼 好像帳門 有什麼洩漏 email 很多 千層百人 我經常覺得 又不見我 又不見email 是喜歡搶那些人的email 很難說 如果有一天 你做了 有名的科學家 或者你幫政府做事 你又是很上級的科學家 那就很難說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有牽涉網絡安全的事情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網絡 基本上 是一點都不安全的 是不安全的 對於什麼人安全來說 對於我們現在來說 基本上我們做什麼 但對這個世界 對其他人來說 是一點興趣都沒有的 那我們就極安全 因為得到我們的資訊 是沒有鬼用的 是啊 是啊 又對 是啊 所以 怎樣網絡安全 最安全呢 就是當你是一個 完全無關重要的人 的時候 你就很安全 哈哈哈哈 這些事情轉換政治不正確 聽過就算了 不過也正如今天的題目無關 是啊 越趕越遠 我們其實也是這樣 今集時間就差不多了 各位聽眾 有如有任何的意見 例如你真的很有信心 你覺得很有疑問 你不是很清楚 究竟全球暖化 是否真的存在 你不妨留言給我 或者Toby 或者在YouTube上面 留言 我們看得到的 我們都會在節目裡面 解答各位的問題 這樣 那就是這樣 下次再見 拜拜